知识不仅能够改变命运 还能够救企业于水火之中 余米红这一次又赌对了 12月21日新东方在线继续创出了历史新高股 价突破了50港元每股 市值超过了500亿港元 对于新东方在线来说 这是一次艰难的转型 对于余米红来说 这是花甲之年的新尝试 无疑这条路被他走通了 实际上自教培行业的新规以来 几乎所有教培行业企业的股价 都跌入到了尘埃 下跌90%军事常规操作 没有人会在当时那样的环境 对教培企业抱有希望 当新东方在线出现反弹之后 腾讯也几乎清仓式减持了 所有持有新东方在线的股票 当然这除了跟腾讯本身的战略有关之外 对于行业的判断 也是其促使做出出售决定的根本原因 巨头的选择 给外界释放出了强烈的信号 当时余命红也在朋友圈坦言 教培时代结束了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新东方就走出了低谷 不仅是其开拓出了独特的直播带货模式 也让新东方成为了直播带货界的一股清流 根据天风证券演报信息显示 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2月7日 东方甄雪某英全平台账号累计日均GMV 已稳步增长至2840万元 其中自饮品预计超过了631万 海东证券测算得出 自2022年6月以来 东方甄雪某英号的累计GMV 达到了41.1亿元 招商证券预测 2023财年东方甄雪的GMV将达到90亿元 短短半年时间取得这样的成绩并非易事 新东方在线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呢 说明其转型已经成功 也就是说新东方在线已经从一个教培企业 转型为直播带货企业 云敏红曾经说过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是培养出来的 是像野草一样顽强的从地里生长出来的 如今看来 资本市场已经认可了云敏红 也认可了新东方转型直播之后的潜力 悄然间新东方在线的市值呢 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 在教培行业这是独一份 云敏红有着一本著作叫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 面对一年前再次走在崩溃的边缘 云敏红呢 还是像野草一样顽强的重新生长了起来 人红是非多 企业呢也不例外 最让东方甄选和董宇辉陷入被动的是 星巴的炮轰 面对8根玉米卖50元的引导式的一个冲击 质疑与谩骂的声音扑天带地而来 这也是东方甄选遭遇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舆论危机 好在央视最后澄清了玉米的分类 以及呢 东方甄选下架了和涉事玉米相关的所有同类的商品 东方甄选才缓步的走出了舆论的危机 新东方在线CEO东方甄选负责人 孙东迅曾经说过 这种特别热的火爆是很难持续的 因为人呢都有审美疲劳 所以呢 就是稳健的发展 我相信呢 会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 其后呢 东方甄选开始趋于稳定 目前呢 东方甄选已经有四个百万级的粉丝账号了 并且呢 主账号头部效应已经完全的稳固 天风证券在研报中写到东方甄选主账号销售转化率 整体呈提升的一个趋势 硬气商品如单东草莓销售单日GMV达到了两百万元 北历生活州均GMV稳步提升至三千四百万以上 图书自营产品号GMV水平呢 可见小幅的提升 从数据方面 东方甄选已经无可替代的成为了新东方的第二增长曲线 除此之外呢新东方教育板块呢也已经开始复苏 根据新东方最新的财报显示 截至8月31日 新东方持有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共11.04亿美元 此外呢新东方还有定期的存款10.55亿美元 短期投资20.9亿美元 也就是说不管是从每个维度新东方都已经走出了低谷 根据统计显示年内新东方在线的涨幅达到了884% 如果从低点算起新东方在线的涨幅也超过了1600% 股价也创出了上市以来的新高 从新东方的转型来看 其直播崛起呢具有偶然的因素且不可复制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转型 从教育到直播仅用了一年时间 对于云渊宏来说 这是花甲之年的一次重大挑战 此战堪称完美